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预言的警告 佛陀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提醒过我们 只有爱和慈悲才能改善地球的环境 有很多预言家也提醒过大家 要停止杀戮 爱护环境 要有共同的心念 人类才会有幸福 以下讲述一下 各大西方预言家对2021年作出的判断 2021年将有更具毁灭性的灾难发生 例如食物将被垄断 基于疫情和天灾人祸 缺乏粮食已经成为世界问题 很有可能随着时间慢慢感受得到 他们说2020年只是一个预言 2021年才是真正的大灾难 2021年在很多预言家的眼中是最黑暗的一年 全球大疫情遭到毁灭性的冲击 以下的预言家是这样说的 第一位 英国通灵预言家 克雷格 汉米尔顿柏克 他预言2021年中国将爆发一种新的超级病毒 全球面临两波变种病毒的爆发 而眼下艰难的状况甚至可能持续到2025年 第二位 保加利亚盲眼神婆 曼加 在1996年已经离世 留下一警势预言准确度高达85% 他预言2020年爆发瘟疫 及特朗普得到怪病 2021年有条巨龙将接管地球 三个巨人联合一起 手上持有红色的钞票 有人认为龙代表中国 三个巨人包括中国 印度 俄罗斯 认为红色钞票是中国人民币 和俄罗斯努布 曼加还说 2021年会发现癌症的治疗方法 还说在未来200年内 人类将会和外星人取得联系 人类突然清楚知道宇宙的真相 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出现 还说汽车生产商会结束 到时候火车利用太阳代替燃料来飞行 在2304年人类将发现时空旅行 第三位 美国 珍尼迪克逊 是20世纪人气才女预言家 1997年离世 他曾经预言人类的希望在东方 将出生一位彻底改变世界的人 他传播神的智慧给人类 用户外将人类团结起来 建立生命共同体 珍尼还准确预测美国总统 大决战的考验与抉择 这场善恶之战将经历一场信仰革命 与信仰复兴的洗礼 最后信仰复兴 人类更坚定地对创世主的忠诚 而得以重生 这场善恶大战激烈又痛苦 罗斯福总统曾经问珍尼 今后我们还可不可以和俄国结盟 珍尼回答 一旦战争结束 联盟便会瓦解 俄国人将会和美国争夺欧洲 亚洲 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果实 在东欧和亚洲的地区 将会有很多中小型国家 成为红色政权 俄国做大哥 在先进的武器上和美国一增高低 美俄两国将会长期处于军事面对竞争中 不过最终美国将和俄国结盟对抗中国 珍尼这番话震惊当时的罗斯福总统 第四位印度神童亚南德14岁 他专门研究占星学 因为准确预测2020年将有疫情战争 全球股市大跌而爆红 他说当一种疫苗人类研究出来 自然就会相计放出另外一百多种的病毒 人类就算研制出一种疫苗 也没办法一下子研制出一百多种 同时也估不到下一个病毒会是什么病毒 他说只有作线念 减少杀戮 爱护环境 让生态回复正常 及增强身体抵抗能力 自我保护 他强调疫苗是不可以完全解决疫情的方案 他还预测到2020年12月20日 木星土星相遇 会是一场无比严重的灾难将会发生 一直持续到2021年3月31日 可能是瘟疫再次爆发 也可能是其他灾难 而这些一切早就在2020年9月10日 显露迹象 英国变种病毒正好就在2020年9月之后发生 全球也陆续发现更强的变种病毒 目前从中国流出的视频显示 疫情已经在某些地方失控 美国疫情越来越严重 阿南德的预言都在实言中 面对危机阿南德说出一个解决方案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对神的信仰 他说疫情的出现 在天象变化之下必然出现 人类需要从内心觉醒才能够度过 他呼吁大家应该接触太阳 吸取新鲜的空气 散播正能量 注意精神健康与大自然融合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种植食物 避免未来食物被垄断 阿南德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现在的世界颠倒错对 他在预言中说 所谓的政治精英 可能暗中计划某些邪恶的事 做这种事始终会得到报应 这个是自然法则 所以要多作善业 否则都会遭到因果报应 第五位英国灵媒欧珠拉 准确预测中国将爆发病毒 年底发布 他对2021年重大的事件的预测 他曾经预测到一名男性世界领导人 遭暗杀 但是他不知道是谁 今年35岁的欧珠拉 是一名前世回宿治疗师 也是催眠师通灵师 他说他在梦境预测到未来 他看到疫情会在新年过后趋于稳定 感染率会下降 都可以控制的程度 但是每一个人对疫情的措施 必须持续到2022年 另外疫苗将成为世界最强的核弹 抢疫苗将在各国上演 全球都要提防人性扭曲 造成的社会动乱 2021年可能会发生动物瘟疫 世界性的电脑系统大瘫痪 出现世纪电脑病毒 所以大家尽量避免重要的私隐 不要暴露在网络上 第六法国大预言家洛查丹玛斯 预言这场蔓延全球的大瘟疫 2021年更具有毁灭性 洛查丹玛斯 赞写的诸世纪中港 在人类经历大麻烦 之后的大麻烦已经准备好 洛查丹玛斯曾经预言希特勒上台 到911恐怖袭击 对于2021年 洛查丹玛斯提到僵尸病毒 听起来好像僵尸电影 变种的病毒 严重的患者会伤及脑部 导致思觉失调 意识不清 可能会咬人 不知道是不是预言中说的僵尸病毒呢 无论如何都好 最后的总结 世界发生一切的事 都是人类思想行为 所总结出来的结果 上面有提到 宗教复兴善恶对决 相信大家都感受得到 说明了人类的心色 共同影响世界 我们应该对宗教有更深的理解 无论预言是真还是假 希望人类早日觉悟 爱护生命及环境 剃造美好的生存空间 今天说到这里 我是观志在 多谢各位收听 拜拜